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內地新聞是怎樣都要給個讚好 沒錯,記得給讚好 我怕你馬上放下 網友好笑 其實我已經被你訓練到不用你說,我都會給的 傻瓜,我不說的,不會有那麼多讚好 試試找一條不說,為何那些讚好 肯定是,我有一條不說的 就是早上的新聞,但很多人自動自覺 那就好 晨光第一炮 晨光第一炮,手都累 好了,我們說一下內地的新聞很嚴重 嚴重的,我們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西安那邊的疫情 我相信都看得到 說到1300萬人封城這些事,當然是誇張的 封城以內發生了很多小事 但不同大事小事 很多古靈精怪的事 有些什麼古靈精怪的事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在網上封傳 有些防疫人員竟然要圍偶市民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在西安裏面的 報道是這樣說的 我們一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市民不合作,還是什麼呢 另一件事就是同一時間都是西安 大家都知道,既然這麼大的城市 有1300萬人被封住 一定有很多納納亂的事 其他納納亂呢 這件事我相信在美國才看到 竟然在中國也會發生的 一看到就說多間商店被人洗劫一空 為什麼呢 因為說到他一宣布封令之前 都有人去買東西 這些都是誇張的事 那我再說一下 當然那些新聞就多到爆了 在西安裏面有官員被人問責 因為防疫不及利 所以就拉落馬 這些事都令人在西安短時間 爆了很多東西出來 除了西安之外 我們都可以看看其他地方 其實本來我這件事 我都可以見講起 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這期是不是台灣藝人 太熱了 那些戰男啊 戰藝人啊 什麼事啊 然後台灣有個男人 就是陰公豬 被人剪了 因為為出鬼啊 戰男出鬼啊 被人報復式剪東西啊 即是切煲湯就派到街坊 誰不知 原來整件事有預謀有陰謀 究竟是怎樣 大家從此會不會不再 即是墮入這些 呃 情網 大家聽完之後可能會震一震的 還有一宗在上海 教師之前說得多了 就是那個南京事件 現在有另一個老師 這宗才爆 厲害了 他抓了他進入精神病院 是的 他竟然因為說他歪曲事實 所以被人帶了去精神病院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是致遠還是被人帶了去呢 我們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先說了啦 記得給個讚啦 我們先說這麼恐怖的事先啦 不如 有多恐怖的事就是 西安那邊做什麼事 蛇 亂龍啊 又說拳打腳踢 又說搶東西 先說了 西安現在說到 他們確診人數多了49人 而其中有26個 有26個相關人士 就已經被人問責了 因為說到防疫之間 大家看得到了 搞得要封城 對不對 一定被人問責 會不會下台呢 暫時未知 暫時他們都是多的 那個病例新增了46宗 49宗 有55宗 在內地的本地個案 其中49宗就在西安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們佔的百分比非常之大 那麼 在封城裏面 現在正在做防疫 封區封城 就有網絡傳 西安多間商場 被人洗劫一空 嘩 即是 亂了 開始亂了 是不是真的啦 因為 這些事我們在美國看得多 那些超級商場 大型的魔等等 或者那些名店 就說會被人洗劫 想不到 這個西安市裏面 都有這件事 因為 網絡上面有人這樣說 在霸橋區 梁家村附近 就有多間商店被人搶劫 引起關注 不知道這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搶東西 當然 就說到說 有一盒群人 無端端衝進店鋪 建議就立 不給錢就走 很多店鋪被人洗劫一空 但是有人這樣說 有工作人員 他們街道的工作人員說到 的確是 很多人是搶購物資 但是不是搶劫 全部都有人給錢的 所謂的搶洗劫 就不是真的 瘋狂搶購貨物 就對 因為他們給錢 搶購 搶購 又不是搶劫 對 有些人在誤傳 開始散播 散播 這些歪消息 錯消息 就不是真的洗劫 所以大家都比較定 很害怕 因為這些在環境下 兵方馬亂 會不會真的有人做這些事 也不出奇 再說 為什麼有個西安市 市民在網絡上面 有這條短片 我看到 是真的 有一個銀色阿叔 穿著銀色外套 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可能就不配合防疫的人員做事 大家一開始就口角 雞兒就動武了 你知道防疫人員不是一個 通常都是一群人的 不是兩邊人 應該是這樣 兩隊人馬 一個就是阿叔 接著是防疫人員 就是動武了 阿叔一拳就打過去 防疫人員 當然是還拖 不是一定要還拖 香港那些 躺在地下 等警察來搞 你以為 真的被人打到躺在地下 接著 阿叔也被人躺在地下 哇 拳打腳踢 對 整件事很厲害 網上有片看 對 是不是Youtube 不是 那些是大陸視頻 最初那個男人 就打低了一個防疫人員 接著其他防疫人員 一湧而上 就開始按住砌 這件事都引起 內地相當之震驚 在網絡上 哇 西安為什麼搞到這樣 當然 有網民認為 這個男人 這個平民 不遵守這個防疫規定 先跟這個防疫人員 吵 警方方面 還未知道 說到還未知道 但是 看得到 人心會亂 無端端封我城 一封封那麼大 又要搶食 又出不了去做事 等等 這些事 都令到 當地的市民 都可能很擔心 因為其實 除了擔心之外 我們都可以說一下 一件事 這件事 就是關於考試 什麼事 原來國內 現在開始一個 叫做碩士研究 新的考試 接下來 明天 以及下星期一 即聖誕節 開始 就會考 全國 報名人數 其實有457萬人 但是 其實西安那邊 都有人考試 現在就頭痛了 為什麼 你這樣封一封 我怎樣考試 這件事 他們的考生 會不會到時候 考不到 考不到 進去 這件事 真是很慘的 但要對大家 學生 會不會 可以同情 或者特別安排 這件事 再研究一下 因為西安 這麼大的地方 是一個古城 說起這個古城 在裡面 有人這樣說 原來 這些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謀異合 所謂的不謀異合 原來 兩個古城 同一時間封城 這些神鬼論 上到去 都說武漢 原來 上年 上年的23日 也是封城 今年的西安 這個時候 又是封城 說到 兩個古城 同一時間 只不過是 同日不同年 的時候 封城 會不會有些 意味著 有些什麼呢 其實我又覺得 這些就是 所謂 剛剛預約江江 即是 你不見封什麼 哪裏都沒有封 最好就是 我覺得 所以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 西安裡面 現在的環境 好像有很多症狀 病狀 甚至人員 都緊張 為什麼他們緊張 就是 他們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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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 其他縣 其他省份 因為 有消息說到 東莞那邊 都危險 因為 國家警告 有機會 不停擔散 而說到 國務院副總理 孫春蘭 他們都繼續說 他說西安疫情 是由境外輸入引發的 目前已經擴散了14個月 出現了社區傳播 疫情處於爆發期 放空 這個形勢非常之嚴峻 他強調 相關部門要快速檢查 確保8個小時內 將風險人員 運送隔離 減少人員的聚集和流動 希望盡快切斷傳播途徑 揭制疫情的擴散源頭 剛剛我們說到 其實西安還有13萬人 考試的要 13萬個考生要考碩士研究生 頭都很大賣 怎麼搞呢? 這件事都是考考他 那 你說東莞 我們說一下東莞 因為東莞連續9天的本土確診 接下來 都好像感覺上 都危險 會不會有機會 有一個大型的封區 現在他們的聯防國務院 聯防控機制裏 都提及到警告 要小心 要小心處理 要不然 一個西安人翻版 所以大家 會不會有機會通關呢? 不用想著 這件事 真的穩定下來最好 有些事情 無毒有偶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事前提到 在台灣 有一個 這個戰男 出軌 是嗎? 是 究竟是不是歷宏呢? 當然不是歷宏 歷宏那些是完了的 歷宏那條東西很貴的 那條東西剪了 真是嚴重了 對 懷疑有個台灣女人 懷疑她自己的男朋友出軌 竟然在這個花雕醉雞面落藥 嘩 迷剪 迷剪 你以為就這樣剪 真的 拿一把剪剪 當然 不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 在台灣 早前發生了 一個台籍越南銳的女子 懷疑同居男友出軌 竟然 趁她在男友那碗 花雕醉雞面 混入了一些安眠 趁她男友 她的男朋友 在睡期間 就拿一把剪剪 把她剪 嘩 這個這麼像什麼? 綠頂記 什麼公主 跑去剪 馬爺 嘩 這樣被想到 接著就把她那個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誰不知 就這樣說 再說回這件事 這位不是 誰說 這個月籍的女子 剪了之後 把她男朋友 JJ 剪了 喝了馬桶 即是屎坑 她就衝過去 嘩 想拼搏也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真可憐 男朋友 脫藥力後醒來 當然會痛到嘔 對不對? 很恐怖 搶救後 男人最痛就是這種 是 講到醫生說 搶救後 她的生殖器官 她的JJ 只剩下1.5cm 嘩 可以了 柯尿 柯尿都會有一滴滴的 我心想都是 唉 那當地警方 沒了頭 這樣剪下去 剩下了黑驚 是啊 一滴滴的 一滴滴 唉 真的不懂得說 我們這些 想起都心痛 當地警方 就要以重傷傷害罪 以及非法使用毒品 的罪名起訴女子 受害男人的家人 近日向傳媒透露 說這個男士的傷口 大致上已經復原了 但是有些皮肉組織 愛於尿道 導致排尿不順 要定時覆診 但是 說到 沒有想過 重建這個生殖器官計劃 怎樣重建 大哥 這樣被人剪下去 都算幸運 這樣被人剪下去 其實真的很恐怖 這樣剪下去 他算幸運 這個男人 就這樣剪下去 你沒有流血不止死 我覺得 就算撿贏 不是就這樣剪下去 怎樣剪下去 他就這樣剪下去 不理會 他流血就死了 會的 他被人剪下去 無奈醒醒 然後去剪下去 哇 想起 我的天 這些新聞 是很恐怖 所以說 不要玩了 王力宏都玩到 身敗名列 這個 連J也沒有了 所以說這些事情 都是危險的 小心 小心 有些話 不能亂說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上海 有一個女教師 又是說到 關於之前 談論 這個 叫做 一些歷史 南京大屠殺 這件事 誰不知 最後被人質疑 她究竟是否有病 這件事 我們也看看 上海的職業教學院 這個老師 日前 因為上課的時候 被歪曲南京大屠殺 解僱 這個就是上海的 湖南 有一個 也是女教師 原來她是公開支持 上海的教師 女教師 李田田 支持上海的教師的說法 被認為 她有精神病 這位女的姓李的教師 近日傳出 被人滴到精神病院 哇 還要強迫打針治療 那裡出來的新聞 東方 她寫的 這件事 真的假的 這件事 內地新聞也有報 有報的 我們先研究一下 好 講到這個姓李的女老師 講到原來 網絡消息是這麼傳的 她有抑鬱症 還要懷孕 其實這件事 講到她老公出來說過 就說 不知道是否 被人去打 怕被人帶去打針 因為她有新人 即是有寶寶 然後想見一下她 但不讓見 就很怕流產這些事 好了 我們看看 究竟現在這樣 究竟事件 進程去到哪裡 知情人士透露 李田田 這位老師 上星期六 警方上門約談 找她 講到自己有重度抑鬱 精神不佳為理由 拒絕去到警署接受調查 所以第二天 警方派人帶這位老師 去精神病院鑑定 醫院證實 她患有重度抑鬱 未強制要求住院 和兒童下午 相關部門派人 強行在預所帶走她 讓她進入 湘西州的精神病院 從此 這位老師 跟外界失聯這樣說 當然有內地律師質疑 原政府的做法 但是 她的家人就這樣說 她的家人就這樣說 她的家人都說 她長期有精神病 所以 怕她的精神病 這個病情加重 所以就送了她去醫院接受 治療 網傳這個強制 純屬誤會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 這件事 究竟是真的 假的 還是被人強制 不知道 只不過 她去認同 上海教師那種說法 這件事 我覺得歷史就歷史 是不容置疑去質疑的 這件事 我就不用大家去考究了 既然 過了那麼久 過了那麼久 既然事實是這樣寫 就這樣寫 這件事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 精神病也好 不是精神病也好 總之 有些人都要為了這些事 要自己留意 厲害 好 我們說一下 在內地造謠的事 總有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說到 又說到西安 因為網傳 西安有一個性向的人士 性向的確診者 跟西安市的門診女護士開訪 在網上做到 在造謠 不知道是不是造謠 封傳 現在說到 這個女護士更加跟另一個確診者有情侶關係 說到 有一個關係圖 這件事在網上炒得熱熊熊 當事人 在昨天發文澄清 表示這些事 完全是造謠生事 其實本身這兩個人都是不認識 更加不是情侶 更加沒有開訪的傳聞 當然沒有這些事 男人就表示 自己是酒店某個接待隔離者的專業人員 根本就不認識這個護士 核酸檢測正常之後 更加沒有離開過酒店 更加不要談論開訪 所以她的自己更加 列入自己 在十二月頭到至今 去過去哪裏 表示 這個世界有閉路電視 你可以看看 全部都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不知道是不是 這期真的 像你所說 甚麼 一有那些生物 人自然地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無論你是明星也好 不是明星也好 你是平民也好 都會有這些新聞 就叫做押了出來 可能有人砌出來 砌詞狡辯 不知道 究竟這些事 是不是真的令人頭痛 當時人就說到 前線人員很辛苦 對這些造謠事 更加不能容忍 會在出院之後 起訴造謠者 更加已經上部上級單位 和公安機關 所有事情都是假的 可能有人看不過眼 就想著 講一下這些事情 就可以做得到 折騷別人 抹黑別人 我們講過了 接下來西安 或者星期 聖誕節 全國做一個研究生考試 在幾百萬人去考 很誇張 不同地區 全國那麼多地方 那麼多考生 尤其是西安 尤其是西安 封城這麼嚴重 尤其是西安 如何去檢視 市場上 會不會看得很實 看得很足 會不會有人出貓 現在我看到一則新聞 原來內地的官媒 披露了去年 全國石士新研究生 招考作弊案的詳情 說到原來很多人 全國各地 有很多不同的人 為了作弊 專誠去到山東一個地方 有一個統一的作弊培訓 這樣說 即是告訴你 作弊不就是出貓 出貓 出貓都可以培訓 當然 出貓特警組 有一個地方專誠去培訓出貓 應付當地的考試 當然出貓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是在全國這麼大型的考試場所 一定有很多人看著你 一定會緊張 一緊張 你就會露出你的尾巴 這件事一定會被人拘捕 我們看看在內地究竟這些事情如何出貓 說到去年12月26日 全國石士研究生統一招生期間 濟南市場裏面 多個老師都做了一個監考動作 發現有個被考生 他注意力不放在市卷上面 而是東張西望 你東張西望真的不懂嗎 我以為是無線的那個節目 不是 他拿了一個什麼 是啊 那時刻就關注老師的動向 看看那些人是不是看著我自己 原來也有 考生很怕青的在玩自己的拆膠 所以引起老師的懷疑 誰不知老師一拿起拆膠一看 嘩厲害了 拆膠內內有乾坤 說到發現 另一面是一個LED的顯示器 嘩 拆膠上面有個屏幕 嘩厲害 高科技電子零件 還擲招還擲車 有時陀威龍是玩那些 你不用了 現在有LED顯示器 給那些考生 看到究竟那些考題裡面的答案內容 亦都非常小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嘩我來給你按上一頁 下一頁 嘩現在這麼先進到這樣 厲害 為免其他考生發揮 所以老師只是當場抹消這個作弊設備 記下了這個學生資料 亦沒有即時把這個學生說出考市場 當然時候老師立刻報警 同時間通知其他考場的老師 看看有沒有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當時沒有東西轉頭就報警 當然 誰不知 捷嫌很多市場 警方收到很多市場的監口老師報告 嘩有很多學生用同樣的手段作弊 說到這件事不簡單 立刻立案調查 之後就看得到 原來有培訓辦 這個作弊培訓辦 就說到 哎 就是給錢 總之就是 其實就是 所謂用包過的考納名目 跟你說 一定行 你叫做什麼 假培拾那些朋友 原來包過就是幫你出貓 所以說內地那些 厲害 現在的科技這麼厲害 為什麼可以拆交好丁屎這麼小 都怎麼看呢 當然 我相信大家都 連笑的時候 都會想過很多不同的出貓 就是什麼 看電影都有 寫在手錶 藏在嶺裡 只是夾 冬天就穿校衣 寫在校衣裡面 左掀掀 右掀掀 這就是新招 希望今年就不要出貓 說在疫情底下 很難才能考得到市 要珍惜這些機會 說起內地 現在再 有省政府支持銀行 推婚姻生子的貸款 哪裡來的? 內地 怎樣呢 因為之前我們經常都說 因為他們鼓勵生育 由一孩政策 兩孩政策 現在變成三孩政策 那些三孩政策 說到 阿媽可以放半年 產價這麼厲害 除了產價之外 有沒有錢才可以 所以現在 內地傳媒報導 吉林省和省政府 近日印了宣傳單張 關於優化生育 政策出眾人口強 長期均衡發展實施的方案 這說到支持銀行機構 或符合相關的夫婦提供最高20萬人民幣的貸款 並設了生育一孩兩孩三孩 都給予不同程度的優惠 什麼優惠? 低食優惠 簡單來說 你生孩子多 我就借錢給你多 你的息口也比較輕 看來比較久 這個時候是不停鼓勵人生孩子 但是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好像不需要看一個氛圍 經常都說生孩子這些事情 即是你說 外圍的氣氛 即是你那個人本身 可能那個環境 我們每天都要上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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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對前景都很灰蒙蒙 情深深灰蒙蒙 怎會想到下一代呢 有些人是這樣的 甚至乎可能大氣候環境 哎糟了 過到疫情底下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完生 都不知道出來 都可能會辛苦 那也是 很多事情這些都令到別人卻步 但是現在國家好嘛 國家好 當然啦 所以我經常都說 盡快完 所有事情回復正軌 到時候就不同了 哇 那些人上去 你想想 在內地那些 又說買房子 又說有優惠 又說借錢 又有優惠 到時候就不斷生了 到時候人口老化問題就會轉變了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好事 那就不錯 那我覺得 可以想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這些政策 可以做得到 從而幫到國家 那些生育問題 可以解決得到 如果是 都可以想一下 那 希望 我又這麼說 現在西安的問題 看得到 大家都知道 很害怕青 說到下一步 下一站會不會是東莞呢 這件事就 所以 又不是說去言之上做 因為始終疫情的事 他這種病菌 染得這麼快的時候 我們都要更加留意了 那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新聞 好啊 謝謝你好記者 真的 明天開始你就去 休息 你休息兩天 是的 那些新聞要我頂 辛苦你了 很辛苦 辛苦了 很辛苦 記得按LIKE 大家記得按LIKE 明天有特別嘉賓 好 再說 拜拜